各位朋友们 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南宁到达越南 路上所拍摄的这些风景吧 还有一些路上的一些 看到的各种人和事了 我可以给大家大概讲一下 南宁到达 越南的话首先是有几种选择 第一种是乘坐 第一种是乘坐 一种巴士 在南宁这边有一个叫朗东车站的 朗东车站坐一个巴士 大概100多块钱能到达河内 前提是已经办好了签证 第二种情况是从 南宁 做一个 做一个火车 只有一般叫5511次列车 到达平祥火车站 这个地方是中国的边境 平祥的地方 路上风景很美 山点着山水点着水 到达之后再 打车或者说做一个公交车 但公交车据说很少 只有在早上时候才有 他们说 做到这个友谊关口岸 这个就可以陆路入境了 看刚才这车就是卡车就是路上看到的 这是我的包啊 这卡车就是路上看到它 中国制造的 一排排一列列的 估计看着那样有几十辆至少 往越南方向开的 应该是越南买中国的车吧 不过很多中国厂企业搬到那边去了 而这路上都是山连着山 水连着水 这是我坐这个车 从这边往 友谊关口岸去的 路上风景是很美的 它这个植被都很茂密啊 可以看到是吧 植被比较茂密 比在这个 广东那边 人多的地方看着的 还要茂密一下吧 人多的地方就 人经常踩或者什么 看着不好看 这些都是原生态的 这是一个 广西的本地人开车 往那个友谊关给我送的 前面被卡车挡到了 他们这边很多就是这种卡车嘛 很多人都在这友谊关旅游啊 如果不去越南玩也可以在友谊关附近旅游 他友谊关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下 也值得去的 有个山 好像是叫 什么带为一个基字的山吧 然后 周围风景也美 山连着山 水连着水 就看到就像现在这样 它主要是这个山川秀丽 跟桂林类似 而且边境地带 你要想不出国体验越南的地方 在这也能体验得到 这就是边境地带 这样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过越南关的时候 它是非常容易的 也是没有要小费 就是之前办了三个月多次往返的签证 然后 去到海 去到中国关口的时候 只是问了一下 我为什么出境 我说出去旅游 好不容易有假期 然后就放我过去 过去之后 然后 到达越南边境那边之后 关口之后 他又问我 没说什么 你不会英语 不会越南语也没关系 翻译一下 或者说你用简单说一下也行 我说 我说我办了签证 拿了这个令 电子签的打印的一种纸 让他换那个令纸签 因为越南不承认我们的护照 他就给了一张纸 纸上面写的有这个 你的前证入境信息 有些离境时间 还有 一些重要的信息 给完之后 照片 我提前递给他 他已经 现在不是用胶水沾的 之前我前两年 前几年去越南的时候 还是用胶水沾这上面 现在是用一个 用专用胶布 压在上面 显得挺正式的 但是就是一张纸吧 比A4纸还小点 应该有A5的这样大小 给我之后 你拿这张纸再去关口 直接就可以过关了 越南他们的制服都是 跟中国军警 一些地方 八九十 九十年代的时候很像 就是那种 看着这种感觉 有点让人回到从前一样 他们就穿这种衣服 可能喜欢穿这种 这时候我视频上显示的 我已经到达越南这边了 然后你过关之后 他不像这个 他不像 飞机入境一样 飞机入境他标识标牌非常清楚 他这种陆地入境的标识导向 不是很清楚 要不停的问 看这个车 我坐的是一个这种 他们俗称包车吧 七座的一个 类似于中国 因为快车 但是他车也是坐得挺舒服 坐着可以调节 还有USB充电口 然后前面坐的一个女孩 是越南本地的 他会中文 会中文 然后你上这个 过了关口之后 你上这个车 你把这个 地址告诉他 大概三百万越南盾吧 三十万越南盾 这九十块钱人民币 他会给你送到纸巾的地方吧 也是比较简单的 这是越南 这是越南 这个往 有一关往河内的路上 这是越南境内这边 可以看到他们 建筑都很狭窄 狭长 可能跟他们这种习惯有关吧 他们 都有这种房子 因为中国的描述 可能还不到一间房吧 可能一间房 但是后面很长 狭长的样子 反正越南是有这种 法式的这种风情吧 有这种 然后 看到路过这条江了吗 这条江还是 挺宽的 挺宽广的 他们是摩托车大军的 到处都骑着摩托车的 来回走动的 摩托车跟小车 在同一个道路上行走 是非常多的 摩托车 一般都是这种 都是摩托车 没有很少有这种电动车 我没见 反正我来了几天了 也没看到电动车 都是摩托车 要么自行车 自行车也非常少 大多是这种摩托车吧 路上植物比较茂密 然后他们的房子建筑上也 不能说比中国差 有的地方 是类似于中国这种 比如说幸福村或者说 像中国之前的南极村一样 这个建筑是一排一排的 按照规划建的 一片一片的 全是现代化的 类似于这种 独栋的别墅一样的 可能 是政府规划的吧 大概我看一下 就几公里都是那样 但是我拿出来 录像机的时候 他已经车已经开过那里 我就没拍到 然后现在是下午的四五点钟 因为他们六点钟下班嘛 比中国时间要慢一个小时 我的手机是都从调整市区的 调整越南市区 现在大概四五点钟 国内五六点 他们快下班了 摩托车大军到处走 可以看到了 就是就是这样子 摩托车跟小车都同行一个道路上 我是去往河内的 因为河内是老城区 老城区 它景点也是比较多 但是都是老城区吧 它没有靠近海边吧 可以看到老城区 都有穷的地方 有富的地方 都能看到 也有建筑好的地方 因为我是刚入境越南 不一定拍那么仔细 有的还没拍到 后面会慢慢更新一些吧 大概都是这样子吧 他们具有法国朋友请去看这些女生 没仔细看 你要仔细看的话 你看他们打扮上的看出来 路边上会摆很多这种 饮品的 就是各种饮料 他们喜欢把各种饮料调制的饮用 我看到后面 还有各种小吃摆在那卖着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小车跟摩托车并行 非常多 摩托车大军简直 因为这个时间段 刚好是下班时间点 路上非常堵 但我在车上也不着急 这次本来说 其实我想第二天再入境越南 后来想一下还是当天去吧 结果判断也没错 也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他们的摩托车 我对摩托车不太熟啊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摩托车呢 好像都是日产的吧 反正摩托车比较多 比小吃还多 他说房子是有高的 好一点的建筑也有很差的 是我看得到的就是这样子吧 这是他们的那种 大巴车 大巴车也是比较舒服的 我后面坐 我发现它里面有充电的地方 然后坐位也可以调节 因为空调 空调而且开在 稍微会比较低一点 他们本地人喜欢把鞋子脱了 就盘着腿坐在坐位上面吧 这是下班底高峰的时候 可能摩托车会多 都有点堵了这样子 都是在玩手机吗 刚才喝了一口茶 才去说这个录音 所以慢了点 就有法式风情 之前我又来过越南 有看到过 很多女生 包括他们当地人 都是喜欢喝低壶咖啡 生活很散漫的 不紧不慢的 也不着急 越南本身也产可可 但是据说 产的可可品质不太高吧 就产咖啡豆吧 路上都是这种商店了 药店了 还有 甚至摆着桌子在路边 卖各种小吃的 像这种 烧烤的 其实我之前有见过 他这种 都是摆着饮料 饮品 摆着这种小食 他们本地人有时候甚至 会拿一张塑料布 铺在地上 几个人三五成群 围在那一起吃了喝了 在晚上我经常看到他们这样子 看像这样就是的 也很散漫 在路边慢慢悠悠的 喝杯茶喝咖啡什么 特别常见的 像有些街道还是不是太干净 你看在路边里发的 这是我做的这个包车 在这个包车 越南文字我也看不懂 要学习一下这个 简单的这些沟通 可以去了解一下 毕竟他的发音跟文字 都是同一个字 你会容易点吧相对 不像中文一样 发音跟汉字 没有任何去 没有没有任何关联吧 他这个还是有关联的 这就是到了老城区这边了 其实到达市区 到达我住的地方还有 估计差不多半个钟才能到吧 车开的比较慢 因为一直在堵 一直有人 一直有车 红绿灯比较多 上下班高峰期就是这样子 上下班高峰期他们就是这样子 也有车 刚才那个奥迪车 这摩托车大军 到他们这可以打高峰比较方便 然后我刚才接着说一下 其实到了那个 越南陆路入境 有一关进来之后 要问一下他们去哪里做那个车 因为他越南关口到达 那个车站那里大概有个移工地 但是他不让走路 你只能坐有一种类似于电动车 高峰球场的电动车一样 一次能拉个几十个人吧 厂棚的 你要坐那个 坐那个车的话 大概是要一万越南顿吧 一万二千越南顿 这个人民也就 三四块钱吧 然后你坐那个车 你不能走 走了前面之后 他会让你拿出来护照 然后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签证什么 然后再放你走 他这个要有这个流程 但是他检查好像不是很严格 大概看一下 有些老铁据说不知道 直接走过去了 他有时候没看到也就没看到 看到他可能会拦住你 这个湖好像是越南的一个西湖 不是西湖 这个 反正快到越南河内的市区了 这是边上吧 边南湖还是比较多的 后面我过了两天再看到 这时候天色晚了 已经下班了 有一会儿的他们 已经他们当地时间六点钟了都 正是下班的高峰 还有人跑步了 可以看到 他们还是比较 休闲的 到了晚上就在江边上全是摆满了 湖边上全是摆满了这种 小桌子小凳子 摆在那让人喝茶喝咖啡 或者说他们当地的饮料 我没去体验过 之前有在喝过 前几年去的时候喝过 但是这边一样 可以看到这些全是药店商店的 还有些 嗯 卖各种吃的吧 房子盖的都很窄吧 大概晚上六七点的时候 这个是六点多钟吧 老城区 值得一逛子 我当天晚上到那边都七八点了 因为中间太堵了 后来那个司机 包车的司机 就是那个商务车司机 是七座的还几座 他又让我 做摩托车过去了 他帮我叫了一个 我背着两个包不是太多吗 后来我就直接过来了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路边上摆摊卖东西了 各种水果的什么的 还是比较多的 各种东西摆的卖的 越南文字又不懂 卖花的还有 然后 这个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有点着急 因为这个司机不懂中文 但是他女朋友好像懂中文 后面他把他电话打通之后 让他女朋友跟我说 说让我帮我叫一个摩托车 他付钱 这点还是比较地道的 他付钱帮我送到那个 我所住的那个地方 还是帮我送过去了 我其实坐摩托车 有点恐惧的开始 但是后面坐 因为人太多了 也太开不快 他骑不太快 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后面帮我送过去了 晚上当天晚上就直接倒落那地方 也不算太晚吧 如果太晚的话 你建议就不要当天过关了 当天不要从越南过来了 你第二天尽量早点来 如果有些老铁不熟 因为他露露露镜 除非有人带你不熟的话 语言不通的话 还是有点差异的 虽然越南人懂中文的也不少 也有些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懂的 所以我建议有人来这边玩的话 还尽量等到 我白天早点过来 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晴朗 也能看到周围建筑 你找人找车 问路都会方便 你到我太晚了 你语言不通 很容易产生误会的 我经常出去 有时候都会这样子的 当然如果你会英文的话 或者说你会当地语言的话 这是没问题的 我这两样我都很差 也不会当地语言英文也很差 所以我是建议一些尽量没有来过的地方 还是早点去的 到了晚上之后 很多地方很难找到 而且他们这边 如果你订了旅馆了 酒店或什么 在一些很偏僻地方 或者说一些很傻点地方 你不一定找到 因为他门牌号也是 其实我后面发现是编的不太准确的 就是46 一会有48 或者也单双数编 或者是随机的编的 你很难找 有些道路也很走不通 走过去之后发现 今天视频也差不多完结束了 到这了 我当天晚上也到越南了 这些 反正后面再会补充一些 越南的其他的方方面面的视频吧 给各位朋友们看一下 而我也刚做了视频 有机会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有在越南玩的 可以一起出来玩都行 我在越南可能要待一段时候吧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好 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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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